燕子努力干活固然是好事,但奈何这噪音实在是太大了,并且还是在家门口。 刺耳的噪音,把一旁睡得正香的阿宝给吵醒了一脸茫然的趴在那里,小脑袋转来转去,努力寻找着噪音的来源。 一旁正忙活的燕子,看到阿凤趴在那,还以为是他自己醒来的呢,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是自己造成的,将阿宝宝做起来后,便没有去多管。 走到一边继续忙碌自己的。 燕子他们娘俩,这天可谓是历经波折,花了很长时间,才终于吃上早饭啊,而阿宝毕竟还小,食量有限,很快就吃饱了,被放在一旁,没一会儿就呼呼大睡起来。 燕子则是在收拾完铁锅后,一刻也不停歇,便跑来继续之前没有干完的活,但是此时材料都用完了,没办法,他又得跑去搬材料。 燕子干活的地方,依然选择在了家门口,在这里,他既能随时看到阿宝,又能享受些许的遮阳,可谓是一举两得。 随后,再过了好一会儿后,在燕子的努力下,材料终于准备齐全了,接下来便是燕子不慈辛劳地持续劳作,拿着小锯子专注而有力地锯着面前的竹子。 虽然燕子努力干活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好,但奈何锯竹子的声音实在太大,这刺耳的声音竟然把一旁睡得正香的阿宝给吵醒了,一脸茫然地趴在那里,寻找着噪音的来源。 一旁正忙活的燕子,看到阿宝趴在那,还以为是他自己醒来的呢,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是自己造成的。 燕子在将阿宝抱坐起来后,便没有去多管,又走到一边,继续忙碌自己的。 而经过刚才的不断忙碌,竹子也都被锯成了一样的大小,现在进行的是更进一步的处理。 燕子拿起那砍柴刀,不断地挥起砍下,砍在竹子上,不断发出咔咔声。 没一会儿功夫,这些竹子就被砍成了柔软的竹条。 而燕子将这些竹子砍成这样,并不是打算再做一张床,而是准备将它们编制成一面竹墙。 至于做法,就像现在燕子正在做的这样,将柔韧的竹条整齐地摆在地上, 然后取来其他的竹条,将其交错卡在其中。 这样精心编制而成的竹墙,不仅牢固耐用,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遮风挡雨。 现在的燕子家是四面漏风,倘若这面竹墙能够顺利做好, 那对于现在的燕子来说,无疑是雪中送炭啊。 后续如何?关注我,下期更精彩。